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体 心 它不是说身体的 身体 它是翻译的问题 它有时候翻译身体是说心 因为心不是说心脏 它把头脑跟心分开就是说身体的 就是本能的东西 对对对 它说本能的 好 你可以听出你本能的所有的一切 但是要掌握佛的正直接 要在奥修的正直接的指导下去做所有的一切 那就是休息 不管你睡觉 吃饭 吃喝拉扎睡 不管你在做这个世界生活的一切 先开悟了再说 对对对 你按佛的直接去指导那就是休息 你没有佛的直接那就是吃喝拉扎睡 或者是说我没有开悟 也可以修专注 喝茶就完全专注在喝茶上 吃饭完全专注在吃饭上 修专注力 修定力也可以 但是你在没有开悟之前 在有些事上 你修不了定力 你只能染 有些事啊 有些事就不能 有些事你做久了 你慢慢慢慢不知不觉 你就改变了 就是那如果在没有开悟之前 有些法门是不太适合你修的 就是你会发现 不是说那些法门好不好 比如小孩子的时候 真的不适合你倒露帮 你真的搞不定 这个就自己要靠自己把握了 有些事绝对不能碰 虽然那也是法门 那些也是幻想 但那些幻想对你的影响太大 你进去你就出不来 你进去就陷进去 然后你 而且你会把修行什么 全部放下 全部放掉 而就陷在那些事里 那这种事就不能干 那你就悟了嘛 那你和多年的道路 全部毁掉 就入火坑了 就在我没有开悟之前 没有把佛的正直界 成为自己 所有的直接 每一个七星都念 都爱佛的直接来 那你还是不能在新竹座 每一个房门里面都受益 还是有些房门受益 有些房门不受益 比如大帅戏 在独潮可能就不受益 独潮就受益了 独潮就受益了 同样的也是 就是这样 因为环境对你影响还是蛮大 你跟不同人在一起说话 可能有些很自私的 或者是很执着的 偏激的 你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怎么怎么 然后说 你这样是怎么 又不一样 你聊一下我又不一样 对 就是有些事 有些就这样 就是你自己选择 自己把握 就是你觉得环境对你有没有影响 你觉得还是有的 那就就是 渗入 有些环境渗入 有些人对你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那你就要自己把握了 我看修行是有些微细的这些 你都要自己 而且你在不同的时间段 也有不同的偏重 不同时间 你这段时间 我在这一块是缺失 那虽然我在这一块是缺失 但是我能不能 通过这个缺失的抖耀或者放来去修行呢 你感觉感觉自己的状态或者定力 如果不行 那缺失些缺失 就是我现在这方面修其他地方修 有一天我该挑战自己的时候 再来这一块修 就是看自己的力量 还不管什么 你要在红尺子修行 你专注力啊 定义 实力这些还是要有的 最起码 你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摔四二维 但也可以停下来 就是刹那之间能停你就得停 你不能你出去了 你停不住 这个就不对 是吧 就是我刘老师的只是一种选择 还要选择怎么做 因为他的性格里面就是太很认真 但是这件事情对他选择没有损失 就算他今天选择不来或者来 其实对他来说 其实是损失也不大的 就是他觉得真的看得见的利益上 没太多损失 那么这种选择 他其实也不是很难 就是说他要有时有机会 但有些选择很难 就是说你会有得失感 很强烈的得失感 那这个时候你就怎么选呢 就很重要了 你选择你做或者不做 很强烈的那种得失感 会影响到你的很未来很超世界的行政 就是说 有老师说今天不来下个星期来 他也不会影响他行政 他来了也许也不会影响他行政 或者说我最好休息上 在某个这一块 现在有点低估有点缺失 觉得心力不够了 那他来了补充一下回去 对他休息是有帮助的 就算是他误过了这个 就要说我下星期来再补也可以 也不是说多严重的一个问题 有些事我们一旦选择了 那最少一年之内 你会卸在里面 你啥也做 很有可能 或者是事业或者是什么 你知道你的力量不够的 你进去以后你出来 你缺身性的就那件事了 就是全天 就是你说你修道 只是说跟那件事在抗河而已 但是也不要怕说 这件事 我没得学 我就是这样了 我就直接就冲出去了 我还没有绝招力 我就冲出去了 那不管是火 刀山火海我也冲过去了 冲过去在那儿修 在那儿如如不动 在那儿安住 在那儿解脱 已经冲进去了 那地狱也罢了 那就入吧 我不入虎穴也罢了 进去再说 进去跟老虎打仗了 那我进去了 那就一进去说 那就在那儿安住 如如不动 不断断理机功德 要自己停下来 要自己在那儿慢慢地 或去安心快乐 不要纠结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 进去之前能有绝招力 那就不进去了 嗯 你明知道 那个房间里面 进去会很困扑 你力量不够 你还跑进去了 跑进去了 就伤痕力力 但是你还有一些 就是有许悦嘛 你说 你不进去 一股风把你削进去 一夜一夜包推你进去了 那你会进去了 然后坦然地看着自己的苦乐 苦也罢也罢 面对着 嗯 尽量把对自己的伤害和损失 解小到最小 尽量解小 嗯 嗯 因为休闲最重要是 我们要成道走向解脱的 嗯 其实还不是一个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去拿起个什么 放下个什么 真不是做这些事的 我要放下包包 拿起手机 不是这些 这个只不过是 只要你说 他能够对你这些 不必进转 目的是 这些都能空 你拿起这个 放下这个 放下这个 只不过是说 最后告诉你 三界是个幻境 因为你不坏 你自我是个幻境 让这些境界不影响 因为这些境界 影响你太大了 嗯 不是让你去选择的 不是让你 你拿就拿了 放就放了 你不拿不放也行 是不是又怎么样呢 也不是这个东西的问题 也不是你的问题 是 你能通过这些行为 能够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 界定 能够实证你的界定 比如说这些如患 你什么也没证过 你 你没拿过 没放过 你怎么知道它如患呢 你真的把它当幻境了 如果幻境 你还自作 你叫证什么 你没有实证这个界定 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证 哪怕是证一次 证两次 证三次也行 但是你会突然发现 你的纠结 你根本不在那个界定上 你的纠结 哎 他还是放 放还是 既然到这个幻境 你纠结了什么 是不是 是因为你不坏 因为你自我不坏 你自我有绝受 你拿起来很开心 可是你又纠结 好像不对 不应该拿 你放下放下 又舍不得又拿 是你心里边难受吗 你在受伤不空 并不是这个东西对你怎么样 因为这个东西诱惑了你 然后你在这纠结 拿放 拿放 或者说什么 然后又拿起也不对 发现也不对了 这个纠结就是问题 纠结 纠结 纠结跟绝受 那个难受就是问题 这就是夜暴了 这就是暴 这就是暴 对这个处缘带来的暴都收了 开始 果子已经收了 你就开始苦了 已经受苦了 开始 没信的那些暴已经来了 所以小城阿罗汉就离去去 我就不看 所以没选择 我没有了 我直接把它转断 我不看 我跟女人说话 我眼睛还是盯着前边 鞋子的 我就不看你 连你咋啥也不看 你好像声音好听啊 声音好听 我耳朵 就是快屏蔽了 都不接话的 这就是我不看 也不见心不反 我不选择 但是大成道是 我看见了 我又活在这儿 拿还是放 拿还是放 而且也有桥间拿 又有桥间 放的时候 你做还不做 拿还是放 你的自我是不是虚幻的 这个是不是虚幻的 你的手是不是空的 这就在实证嘛 佛说这是空的 你空了吗 你如果实证到一点 你就有成就了 这就叫火味啊 你没有胜德 你永远一点也没正德 你就永远没有成就啊 其实就这么容易的事情嘛 是吧 你一次也没做到 那就是永远没有成就 如果说你 很多人说 哎呀无所谓 真的就像那能民说 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能量车 你会不会接给慈善事业 说愿意 有童牛呢 牛不愿意 因为有童牛 那个没有 你拥有的 你才值得你去 你说无所谓的 没有的 无所谓的天边的星星 我再给你了 去给你了 那不是你干 是吧 你给我有啥 就是你拥有的往下放 那才算放 也都没有 不在乎的 你放上 我根本就不在乎 这个人 人到大街上 随便人 你不在乎 那跟你没关系的 是吧 就算你们家的东西 你不在乎的也没用的 你缺人了也修不成 我告诉你 你不在乎那个东西 是吧 我们经常是把 不在乎的毒给人 你不在乎的没用 我告诉你 就是对你帮助不大 是你在乎的 就是这才是吧 你特在乎的 这个时候 你必须到的时候 也不是说 哎呀我很在乎这个 为了我成道 我一定要把这个 树给碎 这也不是这样的修法了 是当他的得失恋的时候 就是说 在音乐里边 得失感出现的时候 你很在乎 情感啊 很多东西 当他失恋的时候 或者很多人 就是那个 不由你控制的 那种得失的时候 你的状态 你是不是把它管控了 你是不是如如不动 你的状态 那个就开始修行了 因为你是在乎的 然后在乎的 因为在乎的就是自我 你要最好放的 就是那个东西 你在乎了 背面那个跟你这儿 都是自我的投射 把你投射的 你在乎的是自我 就是各种角色 也是自我 你喜欢一个人 就是把你自我的喜好 投射到他身上 喜欢你投射的那个他 你根本就没认识过他 因为只有没有自我 放下自我的觉 自我的时候 你才能清楚地认识对方 那是你也 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他 就你喜欢他 是吧 那是你把你的喜好 投射到对方身上了 所以你喜欢的 始终是自我的一部分 全是自我的东西 不管对面那个 还是你的 所以这个始终是自我 是你的心啊 所以爱是自私的嘛 因为你喜欢的是自己嘛 自我 而且他所以 永远不是你要的那个样子 哪个人也不是你要的那个样子 你怎么找也 怎么我那么喜欢你 你怎么不变成我要的那个样子 又很生气 你为什么不爱我的样子喜欢我呢 我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不洗澡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洗澡呢 等等等等 哎呀 不爱干净的就 不爱干净的就 就是各种要求嘛 因为你投射了 你要喜欢 你投射了 你喜欢的那个人 然后要求他变成你喜欢的那个样子 爱你就要求 每个人因为自我 他爱着你的时候 他就爱他那个投影了 开始 比佛爱上是幸福的 一定会再有你 一定会再有控制 想改变你 对吧 不再爱不下去 你知道吗 你都不改一点 不爱 那就等于是说 你不为我改变 就是不爱我了 那你都不爱我 为什么要爱你呢 这就爱就开始消失了 很干净的就没了 消失 你愿意为他改变吗 就是他 你觉得他爱你 你就愿意为他去改变你的所有的东西 好像在为爱做牺牲而已 或者是为爱在做一些 应该做的事情 自然而然 而且很开心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一定的一些 其实也没改变啥 只是改变了一些行为 骨子里那点气也没改变 骨子里还是那样的 只是说 哎呀为了你 讨好你了 给你改一下 我本来爱吃鞋的 今天做的饭鞋一点 爱吃甜的 他爱吃甜的 他做的鞋是为了你吃吗 其实是一个故事嘛 他就觉得 我是为了爱做这些事嘛 其实怎么样 其实他骨子里 他还是爱吃甜的 他改了吗 他没改 改不了 但是每次你认为爱消失的时候 伤害都来了 你认为爱消失或者分离的时候 伤害就出现了 其实都是你认为爱的时候 也是你认为你爱了 不爱的时候 也是你认为没爱了 就是只要认知一出现 倒是挺决绝的 然后决兽就来了 是不是 认知一出现 然后你那个爱 就那么干脆的就没了 然后就痛苦就来临了 是是伤害来临了 都是你定义的 然后决兽跟这一系列的眼力 都出现了 就受伤了 受伤了 就是那种 对自我伤了 其实你看 还是死做不是一大堆 认知一个觉寿 认知来临了 觉寿就来临了 就是认很重要 所以佛的知觉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技术 还可以输入什么系统 输入什么子灵很重要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世界的 我们就是诸相 诸元居足导致的 我们应该输入最好的子灵 首先也不要伤害自己 不要怜气自己 不要伤害 也不要贬低自己 也不要觉得自己多了不起 平平平常心 安住 不管曾经做过什么 未来做过什么 安住当下 每时每刻 因为我们这个修行 经常会犯一些错误嘛 那么就算刚才半小时前犯了错误 这一刻觉察到了 半小时以后觉察到了 马上安住当下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想了 马上马上回来 回到当下 马上回到修行到位上 即使半小时前犯了 而且是一切次的犯 我第一切零七次 安住在当下回来 不要去纠结 也不要去 哎呀怎么 为什么又这样了 我又犯了 你看这又 没关系的 修行就这样 要充满信心的 安住在一切零一次的当下 然后不要考验自己 也不要觉得自己多不优秀 怎么 就算第二天 就一次第二次就做到了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多优秀 有我们做不到的 有时候就不行了 原来一切零一次 有的就可以了 有的就很快 他遇上那个处缘 遇上那个很厉害的缘 他不强大 其实是 他是你那个死角 不是你是我那个弱点 让人家踩住了 就是他 其实不是说这个人 真的一口大象 就是被蚂蚁欺负 别的还真欺负不了 那个蚂蚁抓到他鼻孔里了 他就受不了 抓到他脑子里 你说蚂蚁多弱的一个小生命 他就能把大象搞定 他不再瞧 在你自己有没有弱点 知道吧 那也就是说 其实对方所同事 其实是我那个强大的自我而已 就是你的自我 别的弱象 就是你的弱象 你是无我的 就把这个我交成个 各种各种 有些东西是可以 你就空不掉 没空的地方都是弱 都是可冲进你的地方 都可以猫 拿拿枪炸进去 你空了就没地方了 反正你没空的地方 因为你是一起 有个猪蚁去做 有些人你可以空 但是有些人就不行 有些是你好像空了 其实是假的 现在很多人我觉得 他是无所谓 好 我对这个手机无所谓 但是我对这个手机无所谓 可是我对这个可能就有所谓 好我就扎你这个 但是你 他说对一千件东西都无所谓 但是第一千零一件出现的时候 他有所谓 因为那个不是看破 他不是不着目瞎了 他只是经历多了 阅历多了 或者人到了一定年龄 或者经历的太多了 他什么都写无所谓了 但无所谓真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休息人的状态 但是很容易 这样就很容易放了 假象 很容易放 但是一旦碰到那个真正的出院 他还是不行 因为他没把 其实真正的是没把自我放下 他要说我对自己无所谓 这就差不多 我对自己的角色无所谓 我对自己的欲望无所谓 我对自己的生死无所谓 但还不是那种说我随时厌绝这个世界 厌绝身体要自杀的那种状态 不是 它是我坦坦荡荡 我立他的手不在乎我的角色 我可以布施自己的一切给重生 这个就行了 我不在乎自己的角色 我不在乎自己的得失 但是我很爱这个世界 我也很爱自己 我在乎自己还不会 我很在乎自己这个成长 也很在乎自己的健康 很在乎 但是我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自己的东西 利益 就在乎放下 这个就是菩萨道 这个就很厉害 这个就可以成道的 不在乎不能 现在就是你 你听很多修行人都是说 我这个欲望也没有了 生理也没有了 心理情感这方面也放下了 我好像快成佛了 我无所谓了 而且是物欲也不太太久了 我这个是不是好像是很成道的状态了 其实真不是 它真不是一个普通金刚经说的 剥落里面破镜像的状态 不无所谓 不代表你放下 可以放下 但不代表你看破 你放下这个手机 不代表你从手机里见到了空性 你只是不在乎 因为你太 太富有的人也不在乎 是不是 那说他太富有 太有缺失的人 他也不在乎 我说手里边的一点点东西 他也不在乎 但是他师父真的穿越了这个东西 在这儿借心他没有 那就不是 那只是说这个人 其实偏空了 如果修行来说 偏空 无所谓 啥也无所谓 不在意 什么可以 可以欠入啊 他不在乎的 好不在乎 那不是身边的人都在乎吗 他可以利他 你不是不在乎吗 给你了 他在乎吗 利他了吗 你可以利所有人吗 既然你不在乎 那为什么不帮助所有人 所有人都在乎吗 那你就去利他走 那可能这个时候 反而会有些触动 是啊 别人的感恩啊 别人的那种什么 他会触动他的 但是 但是不在乎的人很难 有时候他修行也很难 就是 他觉得你也不在乎 你在乎 他还觉得你在乎 他许讨厌 我都不在乎了 你怎么那么在义呢 觉得你这小心眼儿 他太骂你了 他觉得你也应该不在乎 他要把你教育成 你也应该不在乎的样子 但是王尔就是 他就更在乎的东西 他不在乎 他就他还喜欢 他还不喜欢 在乎东西的人 他觉得你太 他这种平等性 生不起来 他觉得他还 他喜欢跟他 跟不在乎的人在一起 他没迫自我的 他他最有在乎的 比如我的忠言灭子 他自我没迫 甚至他不在乎 他还有灭子 还有忠言 甚至还有正乎修行 正乎成佛 正乎佛法 正乎法 正乎成不了佛 这种观点 他总有一点点 他自我没迫 是理藏 那些东西 法治 理藏 所以 他也不在乎 更好一些 修啊 你修行修禅定 你打坐坐在那儿 去入定 你不是不在乎 连绝授也不在乎了吗 那更好入定 你去坐五个小时 试试 入了定 不是开启了智慧 他玩的东西更高 他在乎意境 境界 对 他可能不一定是一种工具 他不在乎 其他的有精神传练的 或者是说 我现在自己有信心 对啊 这就像每个女孩子 打败我们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脸蛋套皮 但你在乎妻子 你在乎意境 你在乎魅力 你在乎智慧 你什么都在乎 你在乎其他的 你能无我 你能什么也 那种不在乎 也不是那样的 就是 什么都能欣赏 平平淡淡 你什么都能不能 你什么都能不在乎 你这种不ro 我都能不乎